師兄師姐 您好 先跟我們現場的師兄師姐 還有電視機前面的師兄師姐 我們打聲招呼 師尊好 各位上師好 各位同門大家好 師姐 先跟我們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您來自哪裡 然後您跟隨師尊多久的時間 我是住台中 我是台中人 我加入政府中大概有 八年的時間 八年的時間 那因為 就是在很巧合的機會 就是一直都是覺得跟師尊 距離很近 那我們會常常來大登這個地方 做職工 那我第一次來的時候其實大登 大平這個地方還沒有開幕 我們是來做前置作業 就是晚上的時間 那我第一次才發現說 怎麼這麼神奇啊 這裡怎麼有那麼多師尊的畫作 那因為我個人非常非常的 仰慕師尊 希望師尊不要太緊張 就要奧巴桑仰慕他 你比較緊張吧 我沒有感覺師尊有任何的緊張 你比較緊張 對呀我很緊張 所以說怕驚喜 然後變驚嚇 那我第一個晚上來我非常感動 因為我在那邊 燙那個裙 就是他的桌巾 那燙到大概一點多的時候 我要離開 那在這裡的工作同仁就跟我說 祭師姐你想要看一個神奇的畫面嗎 那因為我從來沒有接觸 那我就想說 會有什麼驚喜 那我就跟著他進去 就有看到那個 Monitor上面 充滿了曼陀羅 在整個這個 我們現在就是我們 身處的這個空間裡面 他不斷的在飛翔 那我就知道說 這是一個充滿神奇的地方 於是我就告訴我自己說 如果日後有任何機會 能夠做職工 一定要把我們的師佛擺在第一位 把所有的這個事情可以放旁邊 那個都不重要 專心的 來投入 那我第一次踏上這裡 是進去我分配到的工作就是 我要清潔那個畫室 那我跟一位周師姐兩個人 我們就進去 但是很神奇的是 我打開那個畫室的 我第一眼就看到 後來我請購的這幅畫 因為我請購的過程也很神奇 因為我一進去 我選的是一幅月亮 我看到月亮 你知道嗎 那月亮 非常非常清楚的 很明顯的 晃動了一下 那我的心臟也 晃跳了一下 靜止的畫作 你看到它晃動了一下 那我就跟周師姐說 那個月亮會動 他說 真的嗎 我說是 那個月亮真的會動 那個畫 畫作不知道能不能請購 那因為當時還沒有人可以詢問 他就跟我說 你趕快求師尊 我說可以輪的到我嗎 他說一定可以的 其實我有等待了一段時間 但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很焦慮 因為我一直看到國外同盟 不斷不斷的把師尊的增肌 師尊的畫作 一幅又一幅的請出 你很擔心跟他的緣分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結緣是不是 是的 我非常的焦慮 那我就 於是我一直祈求師尊說 我很喜歡這幅畫 那我希望 能夠時時刻刻感受 沐浴在佛光之下 而且這個月亮代表在 在我們生活中是非常的吉祥 而且我想 只要是中國人 沒有不喜歡月亮的 感覺好像是在黑暗當中 也有一個光明照耀著你的感覺 是的 而且這幅畫 特別特別讓我感受到寧靜 然後呢 因為他的標題是 殘捐月喜共天涯 那我突然有一個畫面是說 我們在竹林中 月亮剛好在當空 那我們如果全部人在修行 然後畫面上呢 竹林裡非常的清幽 然後又有兩隻小鳥可以作伴 那就是我們都不孤單 修行的路上只要有師尊 我們一點都不孤單 也不害怕 那於是我把這幅畫請回去之後呢 因為我本身是做服飾 我開了一個小小的服飾店 那我想我把它放在家裡 只有我自己欣賞得到 所以我就把它帶到 我的服飾店 我把它掛在那裡 那很多客人來 他們就會 不管認不認識師尊 他們就會 應該是說 共同沐浴佛恩吧 所以你真的很想要 時時刻刻都感受到 畫作帶給你的那一種感動 所以還搬到你工作的店裡面去 是 欸 今天 師姐還特別把畫帶到現場來 哇 跟我們大家分享 來 我們讓鏡頭跟現場的 師兄師姐們可以看一下 當時呢這一幅畫掛在牆上 那我們的小技師姐 一進門 竟然就看到 月亮在晃動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月亮 它晃動了 所以呢 這也代表我心動了 那我把這幅畫請回去之後呢 其實它 一直 一直 就是陪伴著我 工作 那一天 大概有長達12個鐘頭 我都跟它在一起 那當然 我有非常多的客人 也非常喜歡這個畫作 那我就真的 與有榮焉 那在 那有一天呢 我就突然發現 我打揚的時間 因為我們有裝保全系統 所以呢我到了晚上 有那個紅外線會幫我監視 那有一天我就 在加水的時候 剛好是在 來 我們請工作人幫 幫小技師姐拿著這幅畫 來 小心小心 我們知道師姐非常的珍惜這一幅畫作 來 師姐你拿麥克風沒關係 我們的畫作工作人幫你拿 這樣我們就可以更清楚的 把這個感動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是的 那有一天晚上呢 因為我在 加水 我希望 我就是會把隔天的工作 我先做事前的準備 那 因為一個不小心 我的眼角 我的視角 就發現我的螢光幕有散光 監視器是不是 店裡面的監視器 店裡面的監視器 因為它會有一個畫面呈現出來 那因為之前呢 我把那個畫 我的店的 就是整面牆 我幾乎都是放師尊的作品 喔 你已經請購回去這麼多了 不是 就是書 師尊的書 然後一些畫 對 或者一些複製畫 那因為我很歡喜 就會有很多客人來欣賞 那有一天我就發現 那個曼陀螺 就是在我下班的時間 它會停留在我的 那個衣服的成板上面 那一開始我以為是錯覺 而且呢 晚上我要下班 我就沒有特別留意 那隔天因為 我們現在的科技 拜科技所致 它有一個功能叫 回放 那我看了發現 真的是曼陀螺 那因為我怕我自己 不能確定 我又請了很多同門 請第三方來驗證 幫我做見證 那突然有一個晚上 我突然發現 天啊 曼陀螺不是 就是他們會飛 那你就算了 突然有一天有那個閃光 那我隔天把它回放來看 我分辨不出來 其實我第一次發現 它出現的時候 我是分辨不出來 它究竟是什麼 因為它的速度實在太快 結果呢 第二次它又出現了 非常清楚 而且它長達五分鐘 它在我店裡一直盤旋 那我有拿 就是有請教其他的同門幫我看 沒有人說我出來它是什麼 那後來我回到店裡 我一直想了很久 我說這究竟是什麼 因為它我感覺 而且你會不會想說 是不是獅子要給你什麼樣的指示 是 我也是有這麼想過 那後來呢 我就發現 有一天 它是第三次飛出來的時候 我非常百分之百確定 畫中的小鳥 它飛出來玩 好 講到這裡 我們要請小記師姐先暫停一下 因為呢其實 今天小記師姐呢 能夠來這邊跟我們分享故事 聽說是因為我們的淑美姐 我們的淑美執行長 到你的店裡去購物的時候 然後你才跟她閒聊 聊起了這段故事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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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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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